说到战乎还得看老美啊 局座看了都想数中止 前不久美加韩不是在黄海军演吗 还没开始呢就各种宣传造势 这可是瞬间让国内外美锤高潮了 说什么要见证历史 这将是黄海历史以来最大的军演 谁知道军演一开始 那就如同脱裤子放屁一般 雷声大雨点小 首先说说加拿大军舰哈利法克斯 这玩意可是老古董了 要是放在90年代 这铁疙瘩还能算看得过眼 现如今可是2023年了 这老古董别说跟咱056比了 就是054A 052D或者055比 那都超出他好几个版本 开着这破万一还来耀武扬威 不知道的还以为来卖沸铜烂铁的呢 就这家方媒体还炒作呢 说众花家激光照射他们军舰了 咱没拿42号鞋底 胡在他48号驴脸上 都算对你客气了 还敢在媒体上喳喳呼呼 不过这次日本还算十项点 军演还没开始 日本先提筒跑路了 就剩下美加韩三方 共出动的三艘小破船 还没有咱们围观的军舰零头多 韩国更是搞笑 演习过程中军舰失火 加拿大又称自家军舰被激光照射 感受到了危险 原定15天的军演 在短短5个小时内就仓皇结束 夹着尾巴逃离 美加韩军演前有多高调 逃离时就有多狼狈 不过本次咱的做法 从地图上看更像是关门打狗 美加韩在军演时 我方军队也在东海军演 直接把黄海的口子给封了 明显是要在黄海关门打狗的战法 我方军队也在黄海关门打狗的战法